各位是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华民国牙体复兴学会 2021秋季线上研讨会 我是讲师苏应辉医师 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深度牙根举止的临床填补考量 那首先是我的学经历的部分 我大学的部分在中山念大学 那研究所的部分在高一念 那目前是牙体复兴专科医师 以及牙髓病专科医师 那目前限止是在高一体系 就是做组织医师的工作 那除此之外 我是一个知识型的实作型的YouTuber 这边有我的QR Code 如果有兴趣的医师可以扫一下 那就可以看到我的频道 那这是今天的Outline 就是深度牙根举止 临床填补考量的一个Outline 总共有五个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我们 临床面临的考量和挑战 那第二个部分呢 则是从材料学的观点 去看这个深度牙根举止的一个部分 那第三个部分呢 则是从生物学的观点 去看深度牙根举止的一个状况 那第四个部分呢 则是我们在做治疗的选择的一个逻辑 那第五个部分则是我自己临床上的一个案例 那首先从第一个部分 临床面临的考量开始说起 那这边是我们临床常常看到的一些状况 比如说在枝牙的隔壁 它在这边因为植体的Emergence Profile的关系 它的contact的部分 这边病人亲得比较不好 所以病人在这边有一个 比较深的一个deep caries root caries 那第二个状况像这个是牙周的问题 它在因为这边有合并有牙周病 所以它在这个地方也是难以清洁 所以也是一样有一个 Even Gingiva 或 Sub-Gingra 的一个root caries 那像第三个这个则是上额的远心 就是这个巴的这个 thermolar 的部分倒过来 压到前面的 molar 那这边也是病人没有办法清干净 所以住在root 上面 那第四个这个部分则是 临床上很常见的水瓶置尺 那水瓶置尺因为是倒的 所以往前就是压着前面的牙齿 所以这个在压着的地方 这边就很难去做清洁 那第三个 第五个部分则是刺激助牙 也就是因为前一个医师没有处理好 或者是病人在清洁的时候 没有办法清洁得非常干净 所以一样在 Sub-Gingiva 的地方 它的 root caries 就是在它的填补物下面 产生的 secondary caries 那第六个则是牙齿排列 因为它可能排列的比较 cloudy 比较拥挤 所以患者在清洁的时候也是有困难 所以这边就助牙 那以上这六个是我们临床上常常会面临到的一个 深度的一个牙根趋势 那这边是我自己治疗之后的一个成果 那其实要治疗到这样是相当困难的 比如说植牙隔壁 这个这么深 去把它补起来 或者是这个牙周的部分 远心的部分 还有水瓶致齿 拔掉之后的填补 还有比较深的一个刺激助牙 还有牙齿排列这个填补的部分 其实这些都是相当困难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就是我们临床上常常面临到的一个挑战 那这个部分是我用空病CT 去做一个3D的一个重建 是一个水瓶致齿的一个部分 那左边这个图是水瓶致齿 躺在这里 蓝色的部分是骨头 那黄色这颗牙齿就是我们的第二大旧齿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最常看到的一个水瓶致齿倒下来 压在这个漆的Distal 那它在Distal的Cervical的地方 产生了一个Root Carries 那右边这个呢 则是 我就是直接把水瓶致齿把它移除掉 那就可以看到 它在漆的Distal这边 有一个Bone Knee Defect 那有一个Crater 那在这边有碰的一个缺损 而且它有一个Root Carries的存在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很常见到的一个深度的牙根取齿 那这边就要提到 其实我自己在临床上常常在看的时候 会觉得说其实Servaginchiva的Carries 会常常伴随Bone的Crater 也就是说像这个Carenza的课本里面的图一样 正常我们的牙中组织 还有骨头的部分 它这个Interproximal的部分 它的Bone的Level 是会跟我们的CEJ有一个平行的状况 但是一旦你发生Bone的Crater的话 它就会在这边产生一个Reverse的Architecture的部分 那就是可以看到就是CEJ虽然是这样 但是因为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Crater的产生 所以它Buckle Lingo这两个地方的骨头会比较高 然后中间的骨头会比较低 那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位置 产生了一个Root Carries的一个状况 那它其实这边会自动的产生 就是它有自己会产生一个Bilogiovis 也就是说它这边的骨头会受到趋齿的一个Plug的一个刺激 或者一些Bacteria的刺激 它产生一个Crater的状况 那右边这个是当然是Flapr翻开的样子 虽然我有实际上去找这个有没有Paper在讲这个部分 但是这个部分其实没有Paper去证明 只是我临床上的一个观察 那接下来这边是讲这个 左边这个图是何伟宏医师2018年发表在OD Study Club的一张照片 那这边可以看到它是一个7的Distall 那它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Root Carries 那其实可以看到像正常这个7的Distall的地方 CJ可能是大概是长这样的 但是它因为有一个Root Carries 产生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圆形的缺损 那它在底下它的Bong 这边的Apthelium 还有它的Connective Tissue Attachment 就往下降了 就其实就是有点像是形成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Biological Waste 那其实可以对应到我们3D重建的图 那这边也是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是骨头 所以在经过它这个Root Carries 这个Carries的一个刺激之后 其实它本来应该要比较平的这样子的一个骨头部分 就是在Distall产生的一个Creator 那不管这个Creator它是因为Horizontal Impaction 摆在这边造成的 或者是它的Root Carries的刺激造成的 但是其实我们临床上很常观察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7的Distall受到Horizontal Impaction的影响 那这边有一个Root Carries 然后这边它的骨头跟牙肉的部分都会产生一个类似 就是Bone Defect Periodontal Crater的一个状况 那这边非常快的来看一下一个临床上的案例 当然最后会再提到这个部分 那像左边这个是一个3Distall的一个Root Carries 那这边是刚刚好它就是它的至尺钢拔完的一个样子 那右边这个则是Panel一个状况 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几乎每天都会看到一个状况 那这边是孔链的一个照片 那可以看到其实它基本上在Distall的部分 所有的Carries几乎都是埋在Gingiva底下 都是一个ServeGingiva的状况 那这边我们当然是做一个开挖的动作 把Carries移除 然后Distall的部分因为它Cover在Gingiva底下的部分 我们先做一个Bone上顶 确定它的Bilateral Width是足够的时候 我们去做一个Gingivaectomy 我的部分我是用电刀去做一个Gingivaectomy的部分 那把它Gingivaectomy移除之后 会车一个有点像烧平就是Round Button的一个Cavity 上面这边从摇合面看的话是在Distall这边有一个Class 2 那车道比较接近CJ的地方 我会把它扩大变成一个圆形的 变成它上面是一个比较窄 在摇合面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Cavity 但是到了ServeGingiva的地方则是一个比较圆形 比较烧平状的一个Cavity 我这边就是把它称作Round Button的一个Cavity 那这边所使用的技巧是Clip on Metal Band 就是说把Metal Band插下去之后再把Clamp的Beat直接夹在Metal Band上 那这个后面还会再有一些清楚的一个图示 那这个是填补完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是填补完之后的一个X光片 那这边是一年之后的追踪 我们填补完之后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在一年之后 它本来的一个拔掉Impaction的一个Bone Defect 它有一个Bone Fill的一个状况 那它本来有就是像刚刚看到的这个Buccal Lingo 比较高的这一条Bone的线 以及这个比较偏中间底下 就是比较中间的这个Bone的一条线 那它在愈合之后当然它的外侧Buccal Lingo的地方 就是骨头慢慢的Remodeling 然后中间的Bone会稍微Fill上来 所以在一年之后的追踪 它就Buccal Lingo跟比较Central这个部分 它就合成一条线 就是说它Digital的骨头就变成一个比较平的一个状态 不过这个很明显的啦 这个Bone是不会长到这个Resin上面的 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这边就是我们临床上遇到的挑战 那像这样子的Case我们会遇到的状况 就是第一个是难以操作的一个孔内的角度 那第二个则是因为它在Digital 它是一个很难隔湿的一个Cavity 那第三个部分则是 亚洲的组织会影响Matrix Adaptation 就是亚洲组织Soft Tissue或者是Hot Tissue 都会让我们的Matrix在放的时候有一些困难 那第四个则是亚洲组织跟Cavity 就是亚洲组织还有Cavity 我们会影响它的位置会影响我们做材料的选择 所以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临床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要对材料有正确的认识 那对口内的软硬组织也要有正确的认识 我们要使用各种不同的器械操作 并且达到良好的格式 那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足够的一个耐心 那填补过后我们必须要让病人有自己有能力 去做这边的一个口腔的一个清洁 那以上是我们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临床面临的一个挑战 那接下来讲第二个部分材料学的一个观点 那材料学的观点的部分 我们又分成ABC 就是材料的选择 还有光聚合的问题 还有格式以及Matrix 的一个部分 那首先我们从材料的选择 Material Selection 开始 那这边首先要提到的就还是 其实就我们过去念书 或者是课本的部分都会提到一个技巧 叫做Open Sandwich Technique 它也就是说它把GIC或者是RMGIC 放在这个比较接近Root Carries的一个部分 那因为它是Open Sandwich 所以它直接GIC就是漏在口内 那这个部分的使用 它就是比较强调说 GIC跟RMGIC的这个部分 它会有一个佛离子的一个释放的一个效果 那它可以避免牙根取尺就是在注牙的一个部分 那它就是底下这边GIC电完之后 上面再用Comparsity Resin的材料 把它盖在咬合面去承受咬合的一个部分 那首先在这边还是提到这个Open Sandwich Technique 的部分 因为这个技巧其实行之有年 那Paper也不少 所以其实这个技巧 大家如果在临床上要使用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接下来就是要提到材料的部分 那近年就是这个Bug Fill Material 也就是这个快材 这个Bug Fill Comparsity Resin的部分 其实发展的蛮多的 所以其实现在临床上我很常使用这个Bug Fill的材料 在做牙根取尺的一个填布 那这边Paper的部分 后面提到只要有Paper的部分 我都会把Reference放在最下面这边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原文来看 那这边这一篇Paper它主要是将 传统的Comparsity Resin 也就是Pastor以及Flow 这边Pastor的部分 它是用3M的FillTech Z250作为代表 那Flow的部分 传统的是用Z350的XT Flowable作为代表 那它比较的部分就是用这个传统的Pastor 跟PastorBug Fill去做性质上的比较 那Flow的部分也是用Flow的部分 就是跟Bug Fill的Flow 去做一个性质上的比较 那它这边使用的Bug Fill的Pastor部分 是Sonic Fill 还有Turtic & Seraph 这两个Pastor 那Bug Fill的Flow的部分 则是SDR跟FillTech的Bug Fill 这两种 其实这两种也就是我们 台湾市面上比较常见的Bug Fill 那首先看到收缩量的部分 其实在这边可以先看一下 Z250这个就是Pastor 传统的Pastor 那Z350这个就是Flowable 那在收缩量的部分 其实它在不管是传统Pomposit的Pastor 或者是Bug Fill的Pastor 它其实收缩量都不高 其实都大概在2左右而已 那在Flowable的部分 它收缩量的部分就是传统的比较高 那SDR跟3M的Bug Fill是比较低的 那收缩量跟时间的关系 其实收缩量跟时间的关系 其实跟刚刚差不多 那基本上 结果上来讲也是差不多的 就是Flowable收缩量最高 那FillTechBug Fill 还有SDR次支 然后Pastor 三种Pastor的部分 是收缩量是最低的 那收缩硬力的部分 其实都不错 也就是说包括Z250 然后Pastor的Bug Fill 还有Flowable的Bug Fill 都是表现都是相当好的 那Flowable的收缩硬力就是比较差的 那收缩硬力的时间 与刚刚的图表也是类似的 那我们这边就跳过 那对我们来说 比较重要Bug Fill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因为它是专门用来放比较深的Cavity 或者是说它它号称是让它可以放在一次放4mm 然后一次Q4mm的厚度 那所以这个对于Bug Fill这个材料来说 我们比较会重视的这个就是Dipth of Q 就是你在Light Q的时候 它到底可以Q多深的深度 那根据这一篇2017年的Paper 基本上市面上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可以做到接近4mm 或者是稍微超过4mm的一个Q的一个深度 那当然这跟它你光照的时间有关系 不过基本上我想大部分的柴列 大部分的市面上的Bug Fill都可以做到4mm 那这边简单的针对这个Bug Fill的Material做一个小结 那就是说Paste的Bug Fill它的性质跟Z350比起来没有显著的差异 那在Flow的Bug Fill它跟Z350的Flow比起来 它的收缩更少弹性更好 那第三点的部分是多数的产品在Dipth of Q都可以达到接近4mm 但是问题是其实就算它其实实验的部分 口外实验的部分它都可以做到4mm 但是其实临床上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都还是可以分层去使用 我们一样可以是使用2mm 然后把它incremental把它叠起来 这个也有一部分的paper在做这样子的研究 那第五个部分则是临床上我自己比较常使用的是SDR 跟3M的Fuiltek的Bug Fill 那在这边额外要提到的就是像现在我自己在临床上使用的是SDR Plus 跟这个Fuiltek的Bug Fill 那因为SDR的部分它是做成就是小小的子弹型的 那子弹型的时候如果我今天再放一个cavity 我做的prepare的范围比较小的时候 子弹型这个形状放下去 其实有时候它上面这个圆形的头会打到我的视野 所以其实在最后的后牙的部分 我其实虽然它SDR的材料的性质 在根据一些研究是相当不错 但是其实我在7的Digital这个位置比较不喜欢用SDR 因为这个头的部分很容易挡住我的视野 那相较来讲在这个Fuiltek 3M的这个 它的这个syringe的部分 它前面针头的部分 这个地方可以做良好的弯折 而且它这个头比这个SDR的这个金属的tip 还要稍微长一点 所以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用Fuiltek Bug Fill 主要不是因为它的性质的考量 而是临床上在操作的时候 SDR这个很容易挡到我的视野 那A的部分材料的选择 我们先简单讲到这边 也就是说临床上我在处理压根取齿的时候 我常常会选用Bug Fill的材料 那B的这个部分是一个光聚合的问题 就是一个Light Q的一个issue 那因为会提到这个Light Q的部分 其实就像我刚刚一开始秀的这个 7的Digital的一个cavity 有很大的关系 这边可以看到其实它从咬河面到这个Gingiva Wall 也就是cavity的最底部 这个其实有时候是超过一公分 也就是十个mm 有时候会超过十个mm的一个深度 所以其实我们在Light Q的时候 我们必须注意的这件事情就是 虽然我们的Light Q的tip 我们会像这张图一样把它抵在咬河面上 但是其实比如说我们今天在Cue的地方在这里 在Gingiva Wall的这里 其实从你的Light Q的tip到Gingiva Wall的地方 其实至少像这个图的话至少有五个mm 就是它从tip到Gingiva Wall有五个mm 但是如果是像我们7的Digital 这里有十个mm 有时候把tip放上去之后 其实你的Light Q的tip 跟你要Q的地方 其实有时候距离甚至超过十个mm 所以这边我们就要提到最像最右边的这个图 当然它是不同家的一个Light Q machine 它从你的tip放在最近的地方 跟放在十到二十 就是它从这个是一个距离 横走的部分是一个距离 那纵轴的部分是它的一个瓦数 那当然不同Light Q machine 它有不同的瓦数的一个强度 但是可以看到其实它在就是 你的Light Q的tip 距离四个mm以上 它的强度就已经下降接近一半 那到了十个mm的时候 它其实就剩下大概不到十分之一 那这边就会提到一个Light Q他们常在提的公式 也就是说你的光的强度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也就是说你的距离增加两倍的时候 你的光的强度会变成四分之一 甚至更少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非常注意的 我们今天如果Light Q的tip 放在像这样子7的Distop 去curing这个军队要握最下面的一个部分 那其实在Cue的时候 我是觉得至少Light Q的时间 有时候要拉长到40秒甚至60秒 才会有足够的一个Light Q的一个效果 那这边一样是课本的一个图 那这边就是在提到说 我们今天把Composite Resin放四个mm 那我们Light Q的tip直接抵在上面 那它在最上面的这个部分 聚合的程度会有65% 那在中间这个部分聚合程度就45% 那在最底下这个地方 而且是比较中间的地方 这个是conversion聚合的程度 就只有剩下15% 所以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很注意的时候 就是我们有四个Vm composite的时候 Light Q其实到最下面的时候 它其实conversion的程度会比较差 而且其实这个2的部分就是它的不同的机器 它其实Q ring完之后 它比较接近底部的地方 就是它的光照 它的光的形状 还有它照出来的一个强度 因为光会在中间会比较强 那旁边会比较弱 所以其实Q完之后 它聚合的程度 其实有时候其实效果没有你想像中的那么好 所以我们在处理7的disto的时候 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部分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像这个是 右边这边是正确的 左边这边是错误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条线可以把它当成cavity的一个咬合 就是牙齿的一个咬合平面 我们最好是尽可能的贴近1到1.5mm 贴近咬合平面 这样Light Q的时候底下才会有2mm左右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是像左边这个 如果你的tip拿着你牙齿很远的话 Light Q的时候 它可能它的光的强度就会下降非常多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处理很深的cavity的时候 一定要去注意的 那剩下这边也是 这也是另外一篇2018年的paper 那主要这边是简单的秀一下 就是说它当然不同的Light Q machine 它有不同的LED的设计 它有不同的一个Light Source的一个tip 那像这个是不同的机器所显现出来的一个状况 也就是说它在中心的强度是多少 在中围的强度是多少 瓦数大概是多少 那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当然是要看你临床上使用的一个Light Q machine 但是这个其实Light Q machine使用久了 它都会稍微会变弱 所以大概也不要想说 比如说我买了这一支 它就有这么多的强度 有时候你用个半年甚至一年 其实它的强度都不会到2000瓦 有时候都剩下800瓦甚至更少 所以记得这边在Q比较深的cavity的时候 一定要拉长那个Light Q的一个时间 那这边这个图则是在说 如果你今天Light Q的tip 有办法涵盖整颗牙齿 那是整个都Q得到 但是如果你今天Light Q machine 比较它的Light Q的tip 比较小的话 那它只能放就是比较聚集在一个地方 那如果你今天的filling material 比较多放比较大 就务必记得你必须 用两个以上的不同的位置去Light Q 去聚合你的数值 那像左边像这个 左下这个图 你的Light Q的tip非常的小 那它就只能集中在你要Light Q的地方 那这边这个图则是在讲说 如果你今天所使用的是Metal Band 而不是Topic Band 那这样子的话 它在光照的时候 你的Metal Band可能会挡住这里的光照 那这个地方的resin就不会聚合 如果你没有用恰当的角度去做光照 有可能你没有Q ring 然后你的Metal Band一拿起来 你的Compositive Ring还是软的 然后它就流出来 或者是这样后果就很难处理了 就可能要车掉重用了 那像这个Distal部分也是我们最容易遇到的 也就是说像我们的这边 这边是Mezio 这边是Cheat Distal 那这里的话我们在光照 它有时候会被这个Cavity 这个Pop Flow挡住 那这边它可能光聚合的效果就比较差 所以务必这边这个Tip 可以的话要尽量从正上方去做一个照射 或者是如果病人的嘴巴真的打不开 这个Light Q的时间一定要记得把它加长 那这边是一本课本 一个2019的新的课本 那它这边是在提到就是说 我们的Light Q Machine 它有不同的一个角度的一个设计 当然每一台它的Tip的头的大小 它的长度都会不太一样 所以你在Light Q后雅的时候 这样子比如说这边是31度 这边是41度 26度 你这样有时候这个Light Q的方向照下来 有些地方你就没有办法照到 所以有时候如果在Cheat Distal 其实我是比较介意这一种 就是发光源在最正中间 然后没有再多接一个Tip出来的这一种 那这样子其实有时候在靠 你可以靠的最近 特别是7的Distal 这边这样放Light Q的效果可能就会比较好 那B的部分光聚合的部分我们讲完了 接下来讲格式以及Matrix 那这边会提到就是 我自己比较常用的一个技巧 就是Clamp on Metal Band的这个技巧 那这边我自己是比较常用这个Tofomile的Molar Band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说它这个有两个Win 那这两个Win的部分 我会把它做这样子的一个修剪 把它从这边剪断 然后用镊子或者是其他的器械去做一个Pre-Curve 那Pre-Curve之后像比如说我在处理器的Distal 我就会把这个修剪完的Tofomile Band 把它Pre-Curve完之后插在Gingiva跟牙齿中间 甚至有时候会稍微利用这个Metal Band 把它的Flamp稍微挤开 其实不是真的去翻开 但是就是把它Connected Tissue 用Metal Band去做一个玻璃 然后把它塞下去 有时候一般甚至我希望它可以接触到骨头 那塞下去之后 稍微做角度的调整之后 把我的Clamp 把它Spam的部分夹在我的Clamp的Beat上面 那这个是侧面 那这个是正上方看的一个状况 就我们希望它的Beat可以把这个Metal Band hold住 那它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填补 那其他的部分我也会使用BioClear 也就是其实跟刚刚的Metal Band类似 就是BioClear 做一个修剪或者是调整之后 把它放到Gingiva跟牙齿中间的一个缝 然后再用Clamp把这个BioClear固定住 那后面这边可能就要再塞一些PTFE 也就是铁佛龙的胶布 把它固定好 那目前最近这个BioClear 它有出一个新的Posterior Kit 那这个部分我是还没有拿到 不过我听说台湾已经有进了 那它这边它比较新的Release 就是说它现在有9mm的一个长度 以及7mm的一个长度 而且它在设计的部分 它应该是它有 可能有把它加的比较厚 它比较硬 而且它在设计的部分 在这边有做两个小小的Nutch 那这边的话它就是可以容忍你的 比如说你这边会有 一开始所秀出来的那个Bunk的 Buckle跟LingoBunk比较高的部分 把它放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是蛮期待可以拿到这个 新的一个BioClear的一个Matrix来试用 那其他我们会 临床上会使用到的技巧 是像这个Double Matrix Technique 也就是说你在外面先为一个Band 然后在Band跟牙齿中间 塞一些东西 不管你是塞PTFE 或者是塞Wage 或者是塞Liquid Dam 这些材料 然后里面再放一个 precurve的Matrix 也有一些医师叫Band on Band 就是说它里面一层 然后中间塞一些东西 外面再一层 那这样子做的目的就是说 你中间塞的东西 可以把这个Band 里面的这一层 贴牙齿贴得更近 而且贴得更近 这样效果比较好 不过临床上我自己 在使用 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技巧对我来说 没有那么好用 那其他我们还有一些其他很好用的一些器材 像这个Heller Clamp 那它就是可以夹在小旧尺的地方 然后往后延伸到Molar部分 这样子它延伸的部分就是 你在六或七的Disto这里 它就不会有一些Clamp的Ball去挡住 但是这个Clamp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很容易稍微收到后面的牙齿 它会翘起来的力量 它会翘起来 所以有时候这边会插一个 就是需要插一个东西 稍微把它卡住 像这边的话我是用Low Speed的一个Bird 那其他还包含RubDate以外的一些 可以用来格式的一些器材 那像这个是Ru 那它就是接在这个Suction上面 那它这些中间这个管子都有一些微小的洞 那可以把口水吸掉 或者是它病人吐出来的一些湿气吸掉 也可以做一个格式的一个效果 那像右边这个则是Easy Prep 也就是其实类似Ru的一个 的一个器材 那它这边是可以挡住舌头 然后一样做Suction的动作 它最近还有出一个新的是有光的一个版本 那在车的部分 在因为像在比较深的地方 或者是轻的DISTO 其实我大部分都还是用High Speed 但是你可以选用比较小头的去 其实各家包含NSK或者Carvo 都会有出这个Mini Head 就是头比较小的一个High Speed 那在后压的时候会比较好操作 那其他的部分 我其实蛮推荐这个像是Comet 这个Sonic的Hand Piece 就是Comet或者是Carvo 其实也都有出这个Sonic的Hand Piece 那它Tip的部分 则是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Tip 那这边我提供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像我在车7的DISTO 像右边这个是它原本的一个角度 那我自己是很下心 我买两支 然后把右边这个原本的角度 因为在车7的DISTO的时候 有时候会这个角度有时候放下去会不够弯 那我自己是很心 就是多买一支 把它用水旧把它夹得更弯一点 那像这样子比较弯的情形 我们在车7的DISTO的时候就会更容易 那当然不能夹太大力 我也是一点一点的把它夹弯这样 那这边是一个新的一个Clamp 我在10月初的时候才在网路上有看到的 那至少目前我在台湾还没有看到它上市 所以在趁这个年会的机会在这边许愿 看看有没有厂商愿意把它进来 那这个Premolar它这个是一个RGS的这个网站 那网站的连结的部分我是放在这边 那是一位Stevenson的医师所release的一个Clamp 那这是它的名字是叫做Premolar Molar Distort Access Robert Dan Clamp 那它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 就是像其实它就是Big的部分 其实是讲长得像Premolar跟Molar的Clamp 但是它这边它的设计很好 它在DISTO的地方还有多一个Joe 就是我们正常的Robert Dan Clamp是两个Joe Buckle跟Link 那它在DISTO的地方多加了一个Joe 而且它在DISTO的Ball的地方 它是把它做成一个弯曲的一个形状 那这个地方这样我们在DISTO在放的时候 High Speed在车就比较容易 那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它这边的网页去看 那它因为在国外所以我还没有去研究说它怎么去做一个购买 那刚刚提到那个Dr.Stevenson的 它有一个YouTube的Channel 那这边右边这个QR Code可以扫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Channel 那我这边截 我没有用它的影片 我截几张图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那它实际上夹上去就长这样 那这里有一个普通的Robert Dan Clamp可以做比较 我们普通的Clamp是一个DISTO 这边是一个高起来的一个Ball 但是它这个的设计 它这边则是它的Ball凹下去的 而且在DISTO这里有一个多出来的一个Joe 所以它这边在压的时候它可以压下去 那它这个Joe也是可以 你可以在这边使用一些Double Band Technique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 但是它这个设计它这个Ball这样子 我们还是逼在车视野就会好很多 所以我自己是还蛮想买这个设计的 那以上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讲完材料学的观点 那接下来我们讲生物学的观点 就是我们从Biologic的Consideration 去看这个深度牙根取齿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一样在生物学的观点 我们分成ABCD四个部分 那首先就是我们第一个部分 A的部分我们要提到最近很红的 这个Deep Margin Elevation 也就是我把它翻成深度边缘提升 那讲到这个Deep Margin Elevation 就是大概一定要提到就是这两位医师 就是左边这个是比较早的 这个DDR的医师 就是它一开始的发表的1998年的一个paper 是它其实一开始叫做Cervical Margin Relocation 那在Pascal Magni 这个后来在2012年发表的则是叫做 我们台湾现在很常讲的这个Deep Margin Elevation 那其实它是 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东西 其实就是把 就是素质填补在比较接近牙根的地方 然后在上面再去做Porsaline的一个restoration 那这边 先针对Deep Margin Elevation 先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那它通常就是使用于接近或者是低于牙龈的一个Deep Carries 那它通常治疗计划就是会合并BPR 或Direct Indirect Resin Restoration 大部分都是偏这个Adhesive Dentistry的范畴 那使用Composite Resin就是配合Bunding System 那放在Cavity的最底部的GinjaLow的下面 使Cavity Margin提高 那它的概念就是说 它们不去修改亚洲组织的一个高度 不去做CLP 而是去修改Cavity Margin的一个高度 那做完Deep Margin Elevation之后 它的印模会更容易进行 那包括Aural Escape 那使用在Sementation的时候 Isolation会更容易 那最后一个是Sementation的时候 Sement会更容易清洁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这个Deep Margin Elevation 因为其实它就是说 它会放在非常接近GinjaLow或者是Sub-GinjaLow的地方 那这个操作其实跟我们临床上在做深度的牙根取齿的填补的时候 其实过程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我们把它拿出来做一个讨论 那这边实际上看一下这个2012年这个Pascal的一个paper 那就是一个Sub-GinjaLow的Caries 那它把它用Rub-Dance做一个Isolation 那它这边在它的文章里面它有提到就是会用这个 比较弯曲的它是叫做Banana Matrix 就是比Toffel Mile的Matrix还要再弯曲一点 而且它更弯曲之后它还去做一个修剪 让它的像这个如果没有修剪 有时它放Retrainer的时候 它没有办法在GinjaLow这个地方把它抱得非常的近 那如果你把它做一个修剪 让它曲度就是更增加的话 它在GinjaLow的这个地方就会抱得更好 但是这样子的话它上面这个contact的地方就不会建立起来 但是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就是Deep Margin Elevation的概念 它就是在最下面的地方要把它往上建立就是这样而已 那所以这边看它 它Paper里面的图 它用这个像这样子它这个Margin 很难用Retrainer Isolation的情况 它把Ban围上去之后 它的Margin就可以清楚地露出来 而且把它Retrainer擠在外面 那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填补的话 就会比较容易 而且它包含这个Ban在这里 或者是你要再放位局 在Retrainer在这边 其实像这边还会胜意 这边像中间这个图 你如果做得够好的话 它就比较不会再继续胜意 那这边它一样是用Sonic的一个handpiece 做一个preparation 那像这个也是Sonic的handpiece 那当然有不一样的形状 像这个是半球形的 那这边它半球的重点就是说 这边有Diamond 然后另外一面这边是没有Diamond的 所以它在车的时候 第一是不会车到零牙 第二是可以在这边去车这个GP导物 那这边它稍微做修整之后 就是可以做Resin填补 那当然就是要Pane Founding System 那做出来的结果就是像这样 那它其他还有提到 它这个也是类似一个band in band 一个Double Band Technique 就是说你在用Retrainer的时候 在这个比较接近GP导物的地方 在额外再放一个band 那当然在中间在塞一些PTFE 或者是塞一些位局 重点就是要让你的band 贴着牙根表面贴得非常的紧 那处理完Diamond Elevation之后 就会长这样 它的margin就会往上提升 就是其实就是把数值把它填高 那当然它的paper的部分 它就是接着后面就是做 BPR 的一个部分 就是Lithium Dicylicate 的一个硬杆类 不过这个部分就不是今天的重点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 那当然它垫高了之后 就一模就比较好硬 然后在sementation的时候就比较容易 那压进去之后就是 在isolation、sementation 在清洁这个sement的时候都会变得比较容易 那这个是塞后的一个样子 那当然它垫的这个数值 就是很接近这个Gingiva的 很接近Gingiva或Server Gingiva 或者是有点靠近这个Bone Available Bone的部分 那当然这个提Deep Margin Elevation 在OD这个部分 其实现在台湾常常在讨论 那当然就是大家在讨论 这个Deep Margin Elevation的时候 就会提到第二个部分 就是我们常常考虑到 过去在念书的时候 常常考虑到的一个Biological Width 就是说你把数值补的这边接近牙龈 是不是会侵犯到它的Biological Width 所以我们在生物学的观点的B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去看生物学的宽度 也就是这个Biological Width的一些讨论 去看说我们把数值做DMV的动作之后 那它侵犯到Biological Width 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 那这边当然我们就是要把Biological Width 拿出来看嘛 那一般Biological Width提到的部分 就是剪除掉里的这个Gingiva 这个Gingiva Circus的部分 从下面开始算 从Junctional Aethylian 还有Connected Tissue Attachment 这两个部分加起来大概是2mm 这个我们称作Biological Width 那一般传统上来讲 就是其实我们认为你把补罪物 或者是填补的数值 放在Gingiva Circus 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那一般你只要 一般认为你只要侵犯到Biological Width 就有可能会稍微造成牙龈的发炎 或者是Connected Tissue Attachment的一个下降 或者是Bone的一个Recession 那在这边还是要大概回去看这个Biological Width 那其实早期在1961年Biological Width 以前是叫做Dental Gingiva Junction 其实它就是一个口内牙引到骨头这一段的厚度 那后来在1977年 这个比较有名的就提出Biological Width 但是后来在2018年 在AAP也就是美国亚洲病学会 他们的Consensus里面有提到 其实他们想要把Biological Width 改名叫做Supra Crystal Tissue Attachment 不过目前就是台面上大家可能比较还习惯去讲这个Biological Width 但这边因为它名词的部分有做一个更新 他想要把它改成叫做Supra Crystal Tissue Attachment 所以这边稍微提一下 那最后这个部分就是要提到 一般我们看Biological Width 一般是认为大概是2.15到2.30 但是它的Paper其实variation很大 它从0.2到6.73都有 那当然每一篇Paper所采用的研究方式不一样 做出来的结果有稍微不同 但是这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虽然我们一般认为Biological Width是2mm 但是临床上在操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去注意说 就是它其实每一个人的Biological Width是稍微不一样的 那这边就是要提到我们的Biological Width 就是临床上我们就是像这个Newman的课本有提到 我们今天如果把你的Restoration 把它放到非常接近Bone的地方 或者是Sub-Gingira太多的地方 它就会造成一个Information 或者是Bone Loss的一个状况 像右边这个就是 它可能把Restoration的Margin放得太深 或者是有一些Semen的一些残留 造成刺激 那它侵犯到Biological Width 就会造成发炎的一个状况 那这边我们在讨论DMV的时候 我们就要回来看 那我们在组织学上 在做这些处置 就是把Restoration放到牙龄下面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这边就看一个比较旧以前的研究 是1986年的 那它这边就是把Temp Crown的Margin 放到Gingira Christ到Bone Christ的二分之一 就Gingira Christ到Bone Christ中间这里 那它Prepare完之后 把Temp Crown的Margin放到这个里面 那它在两个礼拜之后 发现了牙龄的萎缩 然后Epicillium下降 那骨头吸收发炎 但是它的Gingira attachment就是重新形成了 所以其实就是放下去之后一段时间 它稍微有一个Restition的一个现象发生 那这边我们看一些其他的 像这个是组织学的 那这边它是抽一个Event Bone的Cavity 那它的Control就是没有补任何东西 那在Armor Gun这一组则是补Armor Gun 那这边就是可以看到 我们如果把Armor Gun放到什么Gingira的时候 放到或者是放在Event Bone的一个Cavity的时候 组织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在Control这一组 因为它有做一个Flapper的翻开 Flapper Reflection 那测完Cavity之后 其实它的Bone就是下降了一些 Gingira也下降了一些 但是其实它的Epicillium 它的Connected Tissue of Attachment 就是会在这边重新形成 但是在Armor Gun这一组就比较差 因为它把Armor Gun补在Event Bone 所以它的Bone就大量的一个Resource 就是往下移动了1mm多一点 那Gingira的部分当然也是Restition 而且可以观察到这个 组织有一个Information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一些Paper 那像这一篇是狗的实验 它一样是车一个Event Bone的一个Cavity 那你今天把Armor GIC 补在Event Bone的Cavity的时候 它一样产生的结果 就是Gingira稍微有一个发炎的状况 然后Epicillium往下Migration 然后Bone也有一个Resource 的一个状况 像右边这个则是Control 左边这个是补RMGIC的 它的Bone就退到下面这里 那右边这个是没有补的 只有翻开的 那Bone就是稍微有下降 但是下降也没有那么多 那像这个是刚刚那个图的往下 可以看到Epicillium 永远出现在RMGIC的下方 那Bone当然会在 JunctionalEpicillium的以下 那像这个右边这个是Control 那Epicillium因为 它这个右边是没有填补东西的 所以它这边做一个Bone Notch之后 它的Epicillium还在很上面 那其他还有一些研究是SERVO BONE的cavity 那它今天翻开之后 车一个SERVO BONE的cavity 像中间这个是没有补任何东西的 所以它只有车完cavity之后 它的Bone就长回来了 它甚至长到那个cavity里面 因为这里面是Dentium 它生物相容性本来就很好 所以它就长上来 但是你今天补了RMGIC之后 就会发现它的Bone Crystal就下降了 然后Epicillium就跑到RMGIC的margin的以下 那这边这个则是补Compositive Resin 结果也是一样 那这边是刚刚那个图的放大 RMGIC补在这里 那这个是cavity的margin Epicillium长在这里 那Connected Tissue Attachment在这里 Bone Crystal在这里 那Compositive Resin跟RMGIC的结果是类似的 其实就是说 不管你把Resin补的多深 它的Bone还有它的Epicillium 都会下降到这个cavity margin以下 那这边是比较特殊的一篇 它这边一样是补RMGIC 那它这边是号称说它的 这篇paper是号称说它有Connected Tissue Attachment 产生在RMGIC上 不过我实际上去看这篇paper 我觉得这个稍有争议 而且这篇paper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histology的研究 但是我觉得它的成效没有它讲得那么好 所以我保持一个存疑的态度 那刚刚看到的 前面看到的都是RMGIC RMGIC resin这些材料 那在这边这个2021年的这个是比较新的 那它所使用的材料是resin跟Biodentine 那这边如果大家对于Biodentine稍有一些认识的话 Biodentine一般就是Bio Ceramic的材料 一般我们认为它可以用来做Direct Pocket Pint 或者是做Retrograde Filling 或者是做一些可以放在什么泵的地方 那它可以组织有一个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所以我本来找到这一篇的时候 我是很期待它在Biodentine的表现是不是会不错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那在这一篇的部分它则是在一样 它是狗的实验 它把菌菌包翻开 然后车一个泵以上0.5mm 以及泵以上0.15mm的一个cavity 然后分别使用resin跟Biodentine去做一个填补 那resin填补完之后有polish 那Biodentine我看Paper好像是没有polish 那下面就是它的分组 距离泵0.5mm的Compasite resin 跟距离泵0.5mm的Compasite resin 还有距离泵0.5mm跟1.5mm的Biodentine 以及它的control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 那它测的是也是接近Event bone的一个cavity 那它这一组则是Compasite resin 0.5mm 那其实这个部分跟前面看到的结果都一样 你补Compasite resin Bone就是会往下退 Epsilion就是会产生在Compasite resin以下 那我本来很期待Biodentine 因为它是号称是一个良好的生物相容性的材料 但是结果它的outcome 其实也跟resin差不多 甚至更差 那它是把Biodentine 补在接近Bone0.5mm的地方 那它最后看到的 一样看到Bone的recision 然后Epsilion的边缘 一样是产生在Biodentine以下 那看到1.5mm的组别 1.5mm就比较没有影响 但是它其实也没有长得比较好 它其实在Compasite resin跟Biodentine的地方都是一样 Epsilion产生在Cavity Margin以下 那Bone的地方也是一样 那最后看一下这篇paper的统计的部分 那这边看这个 主要是其他的不用看 看这个BC AMP 就是Bone crystal到Cavity Margin的边缘 就是从这里到这里 那看一下它从Compasite resin跟Biodentine 那它从0.5mm 就是0.5mm的Cavity 跟1.5mm的Cavity 处理完之后 它都是得到一个recision的结果 而且Biodentine的 outcome其实比Compasite resin来的差 所以看到这篇之后 我觉得蛮失望的 我本来一直期望Biodentine 它补在什么Gingiva 或者是什么Bone的地方 它可以有一个良好的attachment的产生 或者是Soft tissue的一个良好的覆盖 但是我们看这个组织学的结果 可能是有困难的 所以我们针对前面看到的这几篇paper 做一个小小的小结 当我们把填补物或者是含牙罐 就是放在EvenBone或者是什么Bone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以下的一些状况 就是Epithelium会往根肩Migration 然后Junction Epithelium会产生于填补物以下 那Connected Tissue Attachment 会出现在Junction Epithelium以下Bone以上 而且长度会比原本的减少 就是说你去Violation BioLatural Whis之后 它的Connected Tissue Attachment 会变短 那牙龈会萎缩 会有不等程度的一个发言 就是视你用的材料而定 那较低的几率 我们会观察到Connected Tissue附着在RMGIC上 但是纵观前面所有的材料 补在EvenBone或者是SENBone 它完全没有Periodontal Reinsertion 就是说它不会产生Connected Tissue Attachment 在你的填补材料上 即便是BioDentine 所以其实这个结果在我Review完之后 我是觉得蛮失望的 那节目上来讲 就是BioLatural Whis在填补后 它会往根肩部就是重新建立 而且它的长度会缩短 那前面提到这些就是会Recision的结果 它Recision的原因是什么 包含了Dental Plug的BioFu 就是你填补完之后 你的牙齿 你的填补物的表面的粗糙程度 或者是它会附着一些细菌 那有可能填补完之后会有一些Overhand 或者是你当下去对于Flap去翻开 或者是做一些操作的时候会有一些Trauma 那最后就是你填补物有一些Toxicity 就是会有一些细胞毒性 那以上这些是刚刚提到的 BioLatural Whis Recision的一个原因 那这边我们就要看 因为我们把Deep Margin Elevation 跟BioLatural Whis都讨论完了 那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过去在念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解决方式 就是当我们要去侵犯BioLatural Whis 的时候这些问题要怎么解决 其他的解决方式包含了Gigibectomy Quarm Lengthening Procedure 还有Orthodontic Force Eruption 还有我自己找的Flapless的Quarm Lengthening Procedure 那当然这个Gigibectomy的部分 我想大家都有在念书的时候念过了 比如说你的牙龈 就是你可以上麻药做崩商顶 那量一下如果你的Gigibectomy超过5mm 你当然就可以修压抑 但是你的Gigibectomy如果量完测量之后 商顶完之后发现压抑少于2mm 那我们就要修骨头 那如果修完之后 我们就希望你的补罪物在牙龈上面 就是牙龈上一个mmeter这样比较安全 那Quarm Lengthening Procedure 当然就是大家相对也比较熟悉 那其实就是如果你今天 BioLogical Whis不够 我们就去做CLP 然后把它蹦往下修一点 那当然这样狂路ratio会变得比较差 那露出来的三个mmeter 再把你的补罪物建立在上面 那这边简单看一下 False Eruption跟Quarm Lengthening的不同 我相信这些在念书的部分都有 大概有念过啦 就简单看一下 就是说False Eruption的话 它的Quarm Length Ratio会比CLP 它的Quarm Length Ratio来得更好一些 那最后这边是我最近比较常在用的一个部分 是Flapless的Quarm Lengthening Procedure 那就是它有一个Sonic的Hand Piece 那这个部分是Comet的Hand Piece 那它的设计的部分 是它这个圆球的部分 是一个扁的 有点像曲棍球的一个 的一个扁 柄状的一个Tip 那它柄状 它只有在柄状的前端这里有Diamond 那在圆柄的圆形的部分是没有Diamond 没关系等一下会有的影片告诉大家这个怎么使用 那它可以就像这样子的Tip 在一些骨刀也有这样子的使用方式 那这边看一下那个Flapless CLP 那叫做Flapless CLP 当然就是我们不去翻Flap 那这个是前牙的部分 当然就先上麻药可以桑定一下 然后它这个Tip的部分前面这一端是有Diamond的 所以它就在Flap把它稍微推开 然后不做incision 不做vertical的incision 也不做horizontal的incision 直接把这个Tip放到Circus里面 去把Bone往下降 那它的设计不错就是它这个圆柄 它的深度本来就是3mm 所以你只要把它放进去 然后在Circus这样子车 车就是车 你车往下车车到圆柄完全末路 就是3mm 当然你可以在额外去用Probe去做一个确定 那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论文 就是说它在前牙的美观区 就是在做Tip的时候 它可以做Gigivectomy Gigivectomy做完之后去做崩商顶 崩商顶完之后再用Flapless CLP去修骨头 那当然这个就技术敏感性比较高 因为你Flap没有翻开 所以就需要可能在Micro底下去做一个进行 那这边是一个我自己在做Flapless CLP的一个影像 但是这个不是Tip的Distole 但是这也是一样是很接近Gigivar 就是在什么Gigivar的一个cavity的一个状况 那这边当然我们先上麻药 然后做一个Perry的一个清洁 那我们刚刚就是在上完麻药之后 当然因为它这边有一些information 我们有稍微把Flap用这个Spoon Exceivator 或者是OS的Cure 稍微把这个Flap往外推 但是我们是不会去做vertical的incision 就我们不会去做incision 那这个地方跟前牙的美观区的CLP一样 这个地方我先用电刀去把我的cavity margin把它露出来 就是用电刀 那这个地方不管你选择什么也可以 就都可以 如果你有雷射 或者是像现在有这个thermal bug 可以用high speed直接去把Gigivar移除 那不管或者是你用刀片去做Gigivar透明都可以 那这个就端看你选择的使用的器材是什么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cavity margin 就用电刀把它露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先预设这个cavity margin 是我Gigivar透明之后要露出来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它这边有一个fication 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一样 原则上我自己是希望大概整个cavity margin都露出来 或者是稍微什么Gigivar 0.5mm 那这边修完之后当然我们要做崩商顶 像这边在这里的话我们在商顶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它的bong有点比较高 就是它bong有到我们cavity margin 3mm以内 甚至有到就是只有1到2mm 所以这边我们就拿这个flatless CLP的一个ultrasonic的tip 直接做一个preparation 就是直接沿着cavity的margin 直接沿着边缘这样去做一个扫洞 那设计也设计很简单 我们只要车到圆柄全部没入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Gigivar透明做完了 然后flatless CLP也做完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roblin夹上去 那roblin夹上去之后当然bick的部分就是原则上 就我们牙医也切完了 骨头也修完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去切牙医 我们是用那个clamp的部分 稍微把Gigibar往下推 那这样我们去做一个填补 那我们把那个fill的把它弄干净了之后 把它做一个 因为它这是一个classified的cavity 所以我们去做一个喷沙的动作 把那个表面的一些sclerosis dentine把它移除掉 那我是用氧化铝做一个喷沙 那这边像这个fucation的地方 我们有去塞一些铁活龙的胶布 也就是所谓的ptfe 去把它做一个良好的格式 那这边这个mesio的地方 我格式做的不是很好 那这边用那个一支resin applicator把它压着 那这边如果做得更好 可以考虑用一些liquid dent把它seal起来 那这边就是一个填补过程 当然就是eachin bonding 那eachin的部分是eachin enamel 那dentine的部分我是选用selective eaching 那这个是填补完之后的一个样子 那它的fucation稍微有露出来 那这边是有gingivectomy 也有做flapper的clp 那这边是一个flapper的clp的操作 那我们把前三个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讲到生物学观点 最后一个就是结论的部分 那第一点的部分是 当我们的deep carries deep carries侵犯到by large width 范围比较小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做de-margin elevation 但是如果你整圈尺值缺损 你需要打poster做crown 不管它是因为flapture 或者是一个residual root 那当它整圈缺损都很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去考虑用clp 或者是false eruption 那DME之前 我们就是上码要先做sounding 然后再决定 我们要配合givectomy flapper CLP 或者是直接把flap翻开做CLP 那isolation与matrix 就是在放matrix 这些都极其的重要 我们建议在行为镜 跟放大性底下去做一个操作 那我们就是需要创造一个 良好的emergence profile 减少overhead 然后让病人很好清洁 那我们如果做完DME之后 有可能稍微侵犯到biological width 但是biological width 每一个人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完之后 去追踪gingiva health 如果它真的 比如说它清不干净 或者是它的information 真的很严重 我们可以再介入去做givectomy 或者是做CLP 那如果今天你的cavity 是一个Supra Gingiva的一个cavity 那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做DME的 那以上的部分是第三个部分 生物学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讲第四个部分 治疗的选择跟逻辑 treatment option的一个部分 那前面三个部分 就是提到我们的临床挑战 然后材料的观点 跟生物学的观点 那我们临床上 到底要决定这个cavity 我们要怎么处理 包含我们的填补物要选择什么 那我们的亚洲的组织 我们要做什么处理 那这边我们放在这个treatment option 的地方去讲 那当然临床上 我们以亚洲的组织来分的话 我们分成reconstruction的素质 也就是所谓的GTR 或者是resective的素质 就是所谓的osteoplasty gigabectomy 或者COP这些 那讲简单一点就是reconstruction的素质 就是加嘛 它没有的东西 我们把它加上去 骨头亚洲亚因组织 我们把它加上去 那resective的话的素质 它就是减嘛 就是它不好清 但是骨头又补不上来 所以我们就把骨头修低 或者是把亚因修掉 所以其实基本上 以亚洲的组织来看的话 是这两个方式 一个是加一个是减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像这样子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图 我们看到它 在distal 就是subjunifa 有一个cavity 有一个caris 那我们在选择 我们要做加 还是要做减的时候 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做加 理论上我们可能想要把bomb往上补 补到cavity的margin左右 或者是甚至把cavity的margin盖起来 那我们可能要选择在cervical的地方 放bioceramica 然后把bomb graft membrane 盖在这里 它做一个类似GTR的一个素质 那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做一个resective 也就是减的一个素质 我们把cavity的margin整个都露出来 然后把骨头跟牙龈都把它往下降 让我们填补好填补 然后牙周组织修完之后病人也好轻 所以我觉得在想法上简单讲一点就是 一个是加的素质 一个是减的素质 但是真的有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吗 我们来接下来就是 就前面的讨论 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option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把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我们预期 我们在治疗之后骨头可以完全把填补物覆盖住 像这样子 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预期在治疗之后 骨头没有办法无法完全覆盖我们的填补物 那第三个是我们预期在治疗之后 骨头完全不会覆盖填补物 就是像这三个图 从最下面到中间到最高 那我自己在做trivenoption的时候 是这样子去做一个选择 那刚刚提到这个治疗逻辑的一个选择 我把它整理成这一个表 那一样是分三个部分 那首先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预期骨头在治疗之后 会完全覆盖我们的填补物 那这边有注写 就是说极少数 我们临床上很难遇到这么漂亮的case 可以让我们同时做就是把骨头补上来 然后可以把这个restoration盖住 那在亚洲处理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遇到这样的case 我们就做一个reconstruction的速式 那你可能可以做gtr 放membrane 使用endogam 或者是放dfdba fdba 这些bios 就是端看你的治疗选择 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到bony defense形态 它是1wall 2wall 还是3wall 它的wall的宽度 深度 是不是适合做gtr 而且补上来之后 你预期骨头可以补多高 那补上来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填补物完全覆盖住 那这个时候像第一个这个部分 那填补物的选择 我们就要选择bioceramic 像是mta biodentine 或者是putty type的其他的种类的mta 这些的 那在治疗逻辑的想法上 考量上就是 因为我们要把骨头完全覆盖 所以bioceramic 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 可以让骨头覆盖上去 那在备注的部分 如果塑后的bioceramic 有可能露出骨头的部分 我是经过刚刚的review 我是觉得它还是很有可能 发生一个recession的一个现象 就是如果它真的没有完全盖住骨头掉下来 那有可能它一路就慢慢掉掉掉掉掉下来 掉到就是你的cavity的margin以下 像刚刚看到的biodentine的那片paper一样 那这是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预期我们骨头 如果无法完全覆盖填补物 那我觉得我临床上遇到的case 大部分都是第二个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骨头 它caris会有缺损嘛 那caris影响之后 它本来骨头就会往下掉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 骨头大概都没有办法完全覆盖这个填补物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亚洲的处理的部分 就要选择resective的速式 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盖不起来 那我们不要盖 那我们做osteoplasty gigivectomy或者是clp这些速式 把骨头跟亚银都降下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填补物的选择 就比较简单啦 就是compositive resin GIC 或者是RMGIC这些 其实在review上来讲 这些材料都是不错的 对于亚银的生物相容性都是不错的 那在治疗逻辑的想法的部分 就是既然我们骨头没有办法完全覆盖 如果我们用biothermic 就像刚刚那篇paper一样 它依然会造成biological width 往根间重新建立 所以我们不考虑biothermic 故我们直接就把periodontal的tissue 把它往下降 直接建立biological width 那在备注的部分 就是如果骨头没有办法完全覆盖 所以我们就选择不覆盖 所以在第二个部分我们这样子去做选择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预期骨头 完全不会覆盖点捕物 就很远嘛 就没事 那就是 就像这种 但是像这种就比较好补啦 因为它可能cavity比较上面 本身压抑物骨头就有一些萎缩的状况 这种就比较好处理 那在亚洲处理的部分 大概就稍微做resection的速式啦 比如说像steoplasti,gigibectomy 有时候像这种case 可能做一点gigibectomy就可以解决 那在填补物的考 选择的部分就是一样 是选择Risen,GIC或RMGIC 那在治疗逻辑的部分就是 既然我们骨头完全不覆盖 那不用想了嘛 我们就直接把biological width 往下降 但是这边有一个备注 一个额外的部分 因为像这样子最后这个case 通常你的cavity margin 跟bomb有时候比较远 但是所以如果你今天bombly defect 离caris比较远 而且你的bombly defect 可以做GTR 可以做reconstruction的速式 而且你做完之后 你的cavity margin 还是跟你的bomb 有一个良好的biological width的时候 这样子的情况比较少 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做reconstruction的速式 讲简单一点啦 就是说如果它今天cavity这么上面 你底下一个bombly defect 那其实这两个就是一个独立事件啦 它们不会互相影响 你补完数值 它底下还是可以做GTR 因为很远 biological width 够的话 但是这是比较少的情况 那以上是这个第四个部分 我们治疗的一个选择逻辑 我们前面看完1到4的部分 我们把材料、生物、治疗的选择都考量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实际上看我临床上操作的一个临床的案例 那临床案例的部分 就我也有简单做一个分类啦 不过就是大家顺着看就好了 首先是minor的一个access的部分 那就是说这个minor access的意思就是说我的cavity打开之后 我在填补的access是非常小的 那首先是minor access的第一个部分 那这是一个E7的Cervical Carries 那它就是在可以看X-ray的部分 就是一个什么菌菌吧 一些 然后离蹦还有一段距离 那这个临床上的照片就长这样 患者在这边的清洁不是很好 而且它合并有稍微有点 有点carrying的状况 那这个就相对简单 因为它其实离蹦比较远 所以其实也没怎么去切压银 就是用Rubber Dance Clamp 把压银把它往下压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用Metal Band 配合就是这个部分 我是把PTFE捡在位局上面 让本来比较细的位局变粗 那因为它有一个Gingera Recession 所以如果你单纯用一般的位局 它位局的厚度不够 没有办法塞满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把PTFE 把它缠在位局上面 让它塞进去的时候 因为PTFE是软的 那它可以把这个 就是把Band直接压在压根上面 而且它可以随着这个 你的Margin的地方做一个变弃 那处理完之后 其实这有点像Tunnel Preparation 就是平常我们的Cavity 是咬合面开出来 那像这样子的处理 我是从PTFE让它有一个开口 那我在补Razer的时候 是从这个 我们围完之后一个开口放进去 那就算这边有一些Overhand 这个地方都是我们 HighSpeed修得到的地方 就很好处理 那这个是术后的一个照片 那这是术后的X光片 也就是这个的话 它其实Cavity Margin 离Bone还很远 那我们做完商定之后 我们觉得说 其实这个 就算它是一个Root Carries 一个填补 但是它不太会侵犯到 白老去或Wiz 所以这个我们就 没怎么去修骨头 那接下来是Minor Access 的第二个部分 它是一个4-7的8-0 什么Gingivar Carries 那这边我没有照素前 那它 这个部分我有稍微做Gingivatectomy 当然做完Gingivatectomy 的话我自己现在都是 做完Gingivatectomy 稍微做一下商定 如果骨头没有非常 就是商定完之后 我觉得如果商定完 有两个mm 我大概就不会去修骨头 那Clamp 那这边使用的一个技巧 是把Metal Band 把它放进Gingivatectomy 里面 然后一样再把Clamp夹在 把Bick夹在 Battle Band上面 那这种技巧 要注意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在夹Clamp的时候 一定要把Bick 往深一点的地方夹 多少会把牙齦往下压 但是 我们希望这个Bick 可以咬在健康的尺子上面 才不会放太高 它会把Bick 往底下折进去 那这样的形状就变掉 就跑掉 我们就没办法做填布 那这样夹之后 其实有一些地方 都还是会有空隙 那这个时候 我们的PTFE 就很好用 我们尽量就是 把大量的PTFE 塞在这个 旧的地方 或者是塞在Gingivatectomy 当然你临床上 你要配合 比如说一些 排银线 或者是其他的牙线 都是可以的 那塞好之后 我自己的标准是 看这个地方 它如果大概一分钟 不会有圣意的话 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说 就是很好的Isolation 那如果旁边有一些 滲漏的话 其实是 都可以再加一些 Liquidity去做处理 那这边是一个 术后的一个照片 那右边这边 是术后的X光片 那当然像这样子 X光片 虽然看起来好像很近 不过其实 就是这边是 Ascending Remus 的Boulder 所以其实 2DS光片 就比较难去判断 它这个深度 临床上都还是要去做 一个上定的 一个部分 比较重要 那Miner的Access 第三个Case 它这个是一个 17跟47的Caris 临床上每次看到这样的Case 就是先叹一口气 那再继续往下做 那这边 是一个47的一个Access 那这边 因为它其实 这个还要考虑到 病人的张口度 那因为病人的张口度 还不错 这边我可以 不用把上面的 那个 的 Module Ridge 车掉 就有办法去做一个 Cavity 的 Preparation 所以这边我就直接车 车完之后跟刚刚一样 就是把Metal Bag塞进Ginva Circus里面 然后把Bick夹在上面 那这个临床上是在操作 有时候你clamp在夹的时候 需要稍微做一点旋转 有时候Bick 靠这边太近 或者是靠这边太近 就要做旋转完之后 才能有一个良好的Dotation 那当然没有塞好 还会有一些滲漏的地方 就是还是用PTFE把它塞起来 那这边就是可以看到它的 Rubber Dance Ball Clamp的Ball 就是有点高 这个临床上在操作都不好操作 所以我很想要 刚刚这个蓝色的 比较新的那个Clamp 让我在这个7的Disk头 这边 可以压得下去 而且High Speed车的到 那临床上我大部分都是 High Speed车完之后 再上Rubber Dance 再上Clamp 那这个是术后的一个影像 那就是有稍微有做Gigirectomy 那这个是术后的一个X光片 那上Rub的部分 我没有拍零床的照片 那当然就是 就是这两个的部分 都是做一个 比较minor的一个Prepare 把它塞起来 那接下来是一个 LingoCite的一个Carrys 那这个是 45的LingoCite的Carrys 那它其实大概1分G而已 它其实没有什么Gigirectomy 所以我们就做一般的Isolation 那我也没有去动压抑 那这个地方我就是 选择像是 刚刚提到的那个DME的一个做法 使用Retainer 加上这个Banana Matrix的一个 就是一个 裁剪的方式 把它放在Retainer 然后尽量把你的 这个Metal Band 围起来之后 往Gigirectomy 缩 然后把它缩紧之后 它这个底下这边就会 把牙齿捆起来 就会抱得很紧 这样这个时候就可以填补 那底下这边缩起来之后 上面这边 就很容易操作嘛 因为这边 就算你稍微补有Overhand 上面这边都可以很好修得到 那下面这边就比较难修了 所以下面一定要塞好 那这边美中不足 我们Retainer Isolation 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它进去法的地方 你可以去塞满PTFE 把它固定好 那从咬河面看大概是长这样 Clamp夹在这边 那我们的Retainer 就是上在这里 那上完之后 这边一样是类似一个Tunnel Preparation 就是这边有一个Cavity 可以做Restoration 那这个是填补完之后 填补完之后 填补完之后 上面就顺着把它用CompositRest补起来 那我通常在底部的部分 都是Dembar Fill 那上面有需要磨耗 或者是比较会接触到咬河的部分 就会用Composit的Paste 就是类似Z250这些材料 那这个是术后的一个S光片 术后的一个Covet的一个照片 那第一个部分 Minor Access的部分 就是我们展示了就是Retainer的用法 Band的一个用法 如何在比较接近Cervical的地方 没有把Marchal Reach车掉 做一个填补 那接下来我们要 第二个部分 我们是用BioClear前压 就是用前压的BioClear 做一个后压的一个填补 这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做法 那这边是一开始有看到的 直压旁边的一个Server Gingera Carries 那这边是第一个Case 那它是一个25的Server Gingera Carries 在那个Implant的旁边 其实这个部分我对Implant的 这个Emergence Profile 有时候 我觉得一部分也是变得没有清干净 不过这个地方 常常有一些 在Implant旁边的Server Gingera Carries 其实不是很好处理 那 这个地方 其实在口内看 摇河面 其实看不太到 就是有一点点Open Contact 那在Digital的部分 也是只能看到一点点 那临床上 因为像这样子的Case 它其实不是很好处理 所以我们就大概 稍微看了一下 觉得没有办法做Tunnel的Preparation 所以还是把Occluso把它撤开 那撤开之后就是 底下我们就稍微做Gingerectomy 那因为 通常我们像这样子的Case 就Implant不是我们医院做的 那我们要去找亚洲病科 做Consult 或是什么 大部分的 就是 直亚或亚洲的医师 其实都 不愿意在别人的Implant旁边 把Flame翻开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 社会的问题 所以 我们这边就做Minor的Preparation 就是把 把盖住Cavity边缘的Gingerectomy 把它做一个修剪 那这个地方 我们是选用 前牙Anterior的BioClear 把它当成 因为它的 Cavity的深度实在是太深了 所以我们把前牙 这个是A101的一个BioClear 把它当成一个Class 2的一个 Matrix 把它插在这边 那当然 我们使用BioClear的Rib 然后底下 包括用Wage 还有PTFE把它塞满 那这边是一个 可以看到我们 BioClear放好之后 然后把它塞满 这边底下 不会有生意的一个状况 那 这个部分 就是我自己去试出来的 因为 它这个BioClear 的Anterior 这个系列 它是为了西方人做的 那它其实在UpperVizio 它那个 就是西方人的门牙 可能比较大壳 所以它那个 这个Bucco灵果镜 其实跟 我觉得跟东方人的 小旧址或者是 7的Disto 就是那个 第二大旧址或者是小旧址的 这个Bucco灵果镜 其实差不多 所以有一些情况底下 我觉得可以用 善恶前牙 Mizio的这个BioClear 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那 就是在Prepare完之后 我们一样有一个 pop list 那 我们就做Vital Pop Therapy 就是包含 NLCL棉球的一个 NLCL的一个冲洗 那 NLCL棉球的一个静置 那 等到五到十分钟 确定可以 就是可以止血的情况底下 我们置放一个MTA 那 我自己放完MTA上面 会选用 U200 或者是 RMGIC 先做一个 覆盖 然后上面再做 一群bunding 再做 Resin的filling 那这边就是 底层的部分 是用 是用Bug Fill的floor 那 比较上面则是 用Floable 搭配Compacity Resin 把它做一个填布 那当然 Conture的部分 其实 在咬合面Conture 没有处理得很好 不过 就还可以接受 那这个是术后的一个 的一个照片 那可以看到 就是比较底下这边 因为它是Bug Fill的material 所以Bug Fill 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会发现 使用完 因为它本身是比较透明的 所以填补完之后 你会觉得它颜色比较深 就是光会穿透过去 不会反射回来 所以 就是在美观区大概 比较不适合这样子補 但是这个 就是在后牙这边 看不到 没有关系 那这边是填补完的一个样子 可以看到 我们用 就是这边的 Emergence Profile 的部分 我们就是采用 这个BioClear Anterior A101的这个 的一个matrix 那可以看到 我们把照片放在这边 就是它的 Emergence Profile 非常的fit 刚好跟我们的小旧尺 非常的接近 那这边是第二个Case 那一样是7的Distal 那这边就是7的Distal 被impaction影响到 然后这边有一个deep carries 那这个是临床上处理之前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 这个3D重建图的一个状况 就是它在Distal这边 会有一个cratter 它这边会有一个cratter 就是在Bucco 灵果的 君举法比较高 后也比较高 但是最正Distal 这里 因为它本来 impaction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骨头 会就吸收的比较低 那这边我们一样 做一个prepare 然后把一样是A101的band 就把它BioClear Matrix 放在这里 然后我一样是把clamp 夹在BioClear的外面 那 我觉得在大旧尺来讲 像这个宽度有时候 都会不够 但是因为像这个是7D的Distal 有时候它的牙根比较窄一点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可以试试看 当然这个虽然这样讲 但是其实要放下去之前 都要做一些trimming 你的BioClear的Matrix 都要有一些地方 要去做修剪 如果你buckle放不下去 或ligo放不下去 有可能你要稍微 把你的flap推开一点点 或者是把你的BioClear 稍微剪 把它剪掉一些 然后这样才有办法塞进 这个Gingiba Circus里面 那这个是填补后的一个样子 那一样最下面的地方 我是movebox fill 那上面的部分 则是用flowable 跟capacit做一个填补 那这是填补后的一个照片 那前两个部分讲完 我们讲第三个部分 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用hello clamp 就是做一个填补的一个case 那这边是一个26一个Distal 那它被28刀往前面 抵在这边 那患者不好清洁 所以就阻掉 那当然我们就第一件事情 就转去把28拔掉 28拔掉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26的一个Distal 有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roof surface 但这边可以看到 其实虽然它有接近牙龈 但是因为它本身26的部分 有比较严重的一个bone loss 这个状况 所以其实很明显 它是一个shirp GGR的一个cavity 那其实这个有时候 甚至牙龈都不用修 就直接补就可以了 那这边我们还是 因为它我们往下测之后 牙龈稍微有盖到margin 所以我们大概 只有做0.5mm的一个 牙龈的一个修整 然后把carries remove 那这边我们是可以看到 口内我们使用hello clamp的一个技巧 就是我们夹在小旧尺 前面有时候因为 后面这边会有压力 后面就是软组织 软硬组织 会对它施加一个压力 前面这里会翘起来 所以我们这边放一支low speed的boar 把它卡住 那额外 因为它后面很容易翘起来 所以我自己是习惯在对摇牙 就是像这个是上二 我就会在下二的dis toe 最后一颗牙齿 多夹一个clamp 那下二的这个clamp 就会把旧的部分 稍微把它往 就是它的boar boar的部分 可以把rober deck hold住 那这样子 Halo clamp就比较不容易再掉下来 那它Halo clamp的部分 它在 就是 这边它这个 延场的这部分 你可以在上面绑牙线 或者是使用 矫正的橡皮筋 把它压在这里 那它这个地方压下去之后 它就会有一条牙线在这里 你可以去把它拉紧把它绑起来 那它的功用 就是可以压在这个地方 把牙引 或者是把 你的rober deck 把它往下压 那当压完之后 它有一些 缩漏 所以在缩漏 所以在缩漏的地方 最好用的就是这个PTFE 把它塞进去 那这样子 像这样子还会有 那这边 出力完之后 放个一分钟 它都不会有剩益 那我们这样子就很好做填补 那HALO CLAMP的好处就是 DISTO它没有BALL 那可能就比较好填补 但是临床上 我觉得HALO CLAMP 就是比较容易 被一些软硬组织卡到 特别是下厄 那这个是术后的一个影像 那这边 因为可以直接看到 那也没有微BAN 就是用FREE HAND的方式 所以我就是用一般的FLOBO 跟Compacity Resin 合并把它补起来 那这是术后的一个照片 那这是术后的一个光片 那可以看到 那要我们在处理Vecation 只要我们有把Vecation 良好的Isolation出来 我们补完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 良好的Vecation这个形态 那当然这个 它一开始会注意 这边就一定要教病人 要怎么去把它刷干净 那这边可以看到 填补完之后 Vecation的地方 有一个良好的一个形态 那这是HALO CLAMP 的第二个Case 那这个是一个 三期的一个DISTO 一样是被 那个Impaction影响 这边可以看到 Impaction拔掉的样子 那这边填补 这也是口外使用HALO CLAMP 那就是我们前面会插一个 就是LowSpeed的BURG 把它压下去 那上面这边则是 额外在对咬牙的地方 再多加一个CLAMP 这边可以看到Rubband破掉了 其实是在操作的时候它破掉 那如果你选择 比较厚的Rubband 或者是使用Isodent 一些性质比较好的Rubband 它可能比较容易破掉 那破掉之后 就是其实也还可以 就是说它可以在旁边的地方 塞一些棉卷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去做格式 那这边 我们一样就是在牙齿拔掉之后 我们就是遇到BURG 骨头牙肉都比较高 所以我们去做一个GIG Vectomy 那这边我们去做Carris 一个Remove 那Remove完之后 就是它稍微有点PingPoint的 一个Public Exploration 那这边我们就做MTA的一个Direct Capping 然后再用Comparsity Rhythm补起来 那这个是述后的一个影像 那我们补起来 那这边有做一个Direct Capping 那接下来前面都是我们补完还算蛮成功的 那后面这边我们看一下 就是做完之后要Endo的Case 还有为了Endo的Build-up的Case 那这是Endodontic的第一个Case 那它是一个Secondary Carries 在它旧的阿妈杠的填补下面 那它已经做过Endo了 但是它这里也是很深的一个Carries 那这边其实我们是在做Endo之前 先做GIG Vectomy 然后做一个Build-up 那到时候它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Build-up完 就算我们有侵犯到BURG 那它可能之后再考虑看看 是不是要做CLP 所以我们先做GIG Vectomy 我们先确保我们可以把OD补起来 那这边我们是选用 是一个Garrison的一个Ring 那使用那个ToffelMire的Bang 把它直接插下去 然后把Garrison的Ring夹上去 把它做一个Isolation 那这边补完之后 可以看到其实它Disto有一点点Overhand 那后续我们当然就是把Endo做完 然后它有一点点Overhand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Endo做完之后 也追踪了大概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我们就去 我们就请我们医院的普罪科 把它的Crug做起来了 那后来就是因为 普罪科在车的时候觉得还可以 所以这个Case它也没有做CLP 那这个是 第二个EndoDontic的Case 那这个是4-7一样被Horizontal的4-8影响 那它这边就住到 也是一样住到比较深的地方 那我们一样在Rubberton Isolation底下 把它打开 那打开之后 我们挖一挖就拍到Exposure了 那Exposure之后 我们就静静的把它拿干净 然后做MTA的Capping 然后再把它补起来 那补起来之后 一开始我也觉得补的真不错 那MTA放的好像也没什么事 但是两个礼拜之后 病人就说它会痛 所以我们就回来做EndoDontic Treatment 就做根管 那根管的部分 它是一个C-Shirt Root & Nail 那我们把它做完 那这个是一年的一个追踪 虽然它后面 就是其实像这种字齿拔掉 就是年纪比较大的病人 它其实后面这边 字齿拔掉的Bone Feel 其实都不是很好 不过在我们Endo做完之后 其实这颗牙齿还不太会咬 可以继续使用 那这边后续就是一些Clamp on Matrix 就是直接把Clamp夹在Metal Band上面的一些Case 那第一个Case是一个三七跟四七 那其实这个大概后续都差不多 那这边就是说 我们把Metal Band插进Ginnova Circus裡面 把Clamp夹在Metal Band上面 那当然Digital的地方 我们就有滲透的部分 我们就用PTFE去把它压起来 那比较重点的部分 就是我们必须看到 我们的Ginnova Margin的Wall 跟我们的Band 有一个良好的接触 然后确定它大概一分钟不会生意 那它的三七的部分 我们则是使用BioClear 是类似的一个技术 那三七的部分 我们就是一样这边有PTFE放在这里 那这边有提到像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就是当你的BioClear在塞 塞不下去的时候 像这个右边这个是原本的形状 左边这个是我们要去做修剪 像相对应在这个3D充电的图 就是这里会这个Buckle跟Lingo的地方 会卡到原本的这里 所以我们把这个Metal跟Digital 做一个修剪之后 它就有机会把它放得比较深 放在这个地方 那这样子插得下去 你的Clamp才有办法夹得上去 那后续就是用Bug Fill 跟Compassi Resin 把它 就左边是Bug Fill 那Compassi Resin 右边这个是Paste的ZL5 把它填补起来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是Metal Band 所以它的Conture就比较直 那右边这个是BioClear 它的幅度就比较好看 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 其实在CheatDigital 我觉得Conture不一定要做得出来 只要你补完它没有Overhand 它可以清洁 它可以清洁 没有这个Conture 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主要是要填补好 没有Gap 那它好清洁 之后就不会再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BioClear 这个Conture 这个不见得需要 那这个第二个Case 一样是Horizontal Impaction影响到的 那这边这个Case 我就有做比较完整的一个记录 那临床上先拍Initial 那我们把Marginal Reach车开 看到Cavity 然后Cavity露出来 就是我们稍做Preparation 然后Pub就露出来了 那当然Digital的部分 我们就把就是 涨进来的军具把它车掉一些 把它用电刀修掉一些 那我们在做Vital Power Therapy 就一样做 用NLCL的棉球做Tapping 然后止血之后放MTA MTA之后上面放U200 那处理完之后 我们要确定这边的Seal 就是在Cavity Margin的地方 Seal有做好 那底下一样用Bug Fill 上面用Paste的部分把它补起来 那这边是一年之后 这个算是一个成功的Case 这个是刚做完 这个是一年的追踪 那病患不会痛 他没有Apico Legion 那在这个PubTest的部分还是正常 像这个是比较成功 那这个是第三个Case 那4期的一个Digital有个Caris 那临床罩是这样子 那是偏力过赛 那这个一样我们做Gigivectomy 那有稍微伤底一下 觉得不需要修Bong 就没有修了 那这边我们在车的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去秀说 我们在车这个Digital Cavity的时候 我会在咬河面车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Axis 然后在Digital的底下 做一个比较大范围的一个Core 就是一个扩展 因为Caris在底下嘛 所以底下会是圆形的 那上面会是比较窄一口 所以我觉得它跟烧平很像 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做Round Button的一个Cavity 就是在咬河面的地方开口比较小 那在底下Cervical 靠近Apical的地方 它是一个比较圆形的一个Cavity 那补起来之后 等于说我们从咬河面下去看 它这里一个很小 但是底下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然后去用Injection 或者是用Bug Fill的Flow 把它底下把它放慢 那这样子的一个Cavity 就是刚刚提到Light Q的部分 你第一个是一定要对得很准 第二个是像这样子这么深的Cavity 有时候甚至超过10mm 所以我觉得最下面这一层 至少我觉得Light Q都要Q60秒比较足够 那Q60秒有时候 温度比较高 就记得要用3way稍微做一个降温 才不会POP受到一些刺激 那这个是刚补完的样子 那我们在它旁边就开始做直牙 那这是第四个Case 那这个一样是一个3-7的Distort 那这个一样是口内看不到 这是一开始看到的那个Case 口内看不到一个Caris 那这边车掉 一样我们做一个Rung Button的 一个类似烧品的一个Cavity 的Prepair 然后一样Metal Band夹上去把它布起来 那这个是补完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是一年的追踪 这个Healing的不错 这个就是一开始看到的 它一开始拔完之后 它的Bucco Limpo的Bong 比较高 正Distort的Bong比较低 那它在一年的Healing完之后 它底下Bong Fill上来了 但是它其实它不太可能会涨到超过你的 就是它的Bong 不会涨到Cavity的Margin 一定是在下面 但是它Bong Fill完之后还不错 Follow的状况也还不错 这边就是可以看到它一年之后 它拔完至尺的一个Bong Fill的一个状况 那剩下的是一些其他的Case 那这个是比较早期的 就是我们做 有做GTR的一个Case 那像这个是3.7的Distort 那我们亚洲病科有做一个Trotting 还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Pocket 那手术中把它翻开 然后Cavity的部分 我们就是 因为像这个Case 它的Cavity 的上端 跟它要补GTR的位置 其实是稍微比较开的 还有距离 就是有一个bylarge width的距离 所以这边我们选用GIC的一个Filling 然后Filling完之后 它底下是在做GTR的一个速式 那它这边就是有去测量一个它的 Omly Defect的一个样子 那一个宽度 那因为它这个Cavity Margin 离这里比较圆 然后它的Defect其实比较窄 所以它其实补没有 我们在补骨头的时候 其实没有希望可以补到Cavity Margin 其实是希望补在比较下面 那上面还有bylarge width 也就是刚刚讲的那个治疗选择的第三种 那这边做DFDBA 然后这边是放College Membrane 那这边放完之后 这是一年的一个追踪 那它当然它Bone Fill 我们预期它的Bone Fill 是不会到这个GIC的地方 那这个是补完 一年之后的一个追踪 那当然术后就是它的Pocket Depths 就恢复正常 那这是第二个 这个是LingoCite的一个Caris 那它这边是缺乏一个KG 就是它的Mucosa比较高 大概在这一条线 所以它病人也不太好清 所以就住在LingoCite的一个Fucation 那这边我们就是一样做GIC的透明一样 然后用PTFE 跟这个Liquid Damp 做一个Isolation 那记得这个Fucation 一定要把它弄出来 才不会把它覆盖住 你把它覆盖住 它以后就慢慢再从Fucation 这边住下去 或者是Fucation的地方 会有一个Perry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那这个是Cavity Prepare完 那这个是补完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是术后的一个X光片 术后的一个口内罩 那这应该是最后一个Case了 那最后一个Case我没有照相 但是这边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追踪 那这是一个47被48的Horizontal Impaction 影响的一个Case 那它46的Period状况不太好 那这边我都没有照口内罩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早期的Case 那这边我补完之后 我一样是车一个烧瓶状的 就上面是一个 长方形的一个Access 然后底下是一个圆形的一个Button 那这边是补完之后的一个状况 那它 因为它的46后来就 Period状况不太好 所以就去拔掉了 所以它在2018年就做了Avalent Ridge Preservation 然后后续它做Implant Guide 然后它就做枝牙了 在2019年的2月做枝牙了 那最后我想说的是 这个是一个 我算是我补这个Disto的一个 追踪时间最长的一个Case 是一个三年的追踪 那这个是术后 那我想说的是 它的Rio已经被换成枝牙 当然枝牙状况不错 那这个是最近回来 它的Soft Tissue 其实没有明显的Inflammation 那我们可以观察到 其实像这样子 它其实 大部分的状况 我们补完 它就是慢慢的会Recession下去 那它的Bucle 拎过的Bone 就是稍微会Remodel 那最后它的Bone 会停在Cavity Margin 以下 大概1到2mm的地方 那它没有Implantation 那当然这还是要 依靠你要对病人 要做一个良好的卫教 要告诉它这个7的Disto 要怎么刷才刷得干净 那还有一个 那这边是4.7的Secondary Carries 是4.8跟4.7的一个状况 那这个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我们有一个 4.8的部分 我们Cavity比较小 我们就是Freehand的方式把它补起来 那4.7的部分 我们用Metal Band 还有Garrison的Ring 把它做一个重建 那这边可以看到 4.8就Freehand补的形状不错 但是4.7会是用Metal Band 所以这个Conture就不是很好看 所以这边还要请病人去加强一个清洁 那最后到这边 我们把1到5的部分都讲完了 就是深度牙根取齿的一个临床填补考量 从第一个部分临床面临的挑战 然后材料生物学的观点 然后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要怎么去做治疗选择的一个逻辑 那最后是分享自己一个临床案例 那以上这些部分就是今天的演讲 那最后这边做一个结论 或者是说一个我的感想 那就是 其实这种Case的第一点就是说 其实这种Case 不要看前面讲的好像很简单 但是这种Case其实很难处理 每一个处理大概都要一个半小时 都要弄很久 那第二点的部分 就是我最常使用的是这个Bug Fill的材料 作为垫底 因为它的透光性比较好 聚合收缩少 而且用Floor的方式放在下面 其实Adaptation是相当不错的 那第三点就是格式跟Metrics的处理 非常的困难 但是它很重要 你需要用不同 就是前面分享的Case 用不同的方式 各种不同的方式 去做一个Matrix的一个动作 但是其实临床上你不会拿出一种 然后用那种就成功 通常都要是一到两种 两种到三种以上 你才有办法做良好的格式 还有Matrix的置放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那第四点的部分就是 我觉得在比较深的Case 你光照时间一定要拉长 而且角度要很注意 你如果没有办法很确定你的角度 你就在光照 你就光照时间拉长一点 只有60秒 甚至是超过60秒 然后在照的时候 各个角度都要去照一下 而且初步聚合之后 你在Matrix移除之后 一定要再照光 就是像Disto Matrix拿掉 Band拿掉 Clamp拿掉之后 从Disto再去做照光 那如果 第五点的部分就是 如果需要处理牙齦跟骨头 其实目前 我review起来 我其实是偏向多数去考虑 resective 也就是把它降价的数字 可以做GTR的Case 或者是说 适合做的Case 其实真的是相当的局限 那第六点就是 其实我觉得 智齿 水平智齿造成的 这个 7的Disto的助牙 我觉得未来 应该要优先考虑 我们用智齿 把它拔起来 做智体牙齿的移植 就我们把7拔掉 把8拔起来 放在7的地方 我们不要再去考虑把7 补起来 因为7真的太难捕了 我们就是用8 如果患者可以 或者是 这个智齿拔得出来 我们应该试着用智齿 来取代 这个 严重取齿的第二大糾齿 不然这样 实在是 真的是太辛苦了 那以上是 今天的一个演讲的内容 那 谢谢各位医师的聆听